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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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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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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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中中文. 張文明 科學博士 武漢堂 要不要辦法 小文記著馬賽克 那讓我們今天最後一場就開始囉 我是閻群 我等一家學生 然後我們所長在這邊 我們這個是叫什麼電腦前側長之類的 但其實就是趣味一點 那其實前面兩個都是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秘書長幫我們講 我們100個運作 然後在文藥幫我們講的 Wikidata上和一些連接運作上 但我們秘書圈都通常很喜歡 他們剛才都說不要拉太高 會有人更不上 但是我們藝術圈通常都要先拉高 就好拉到電腦前上去 沒有,我一直說 好像有個 我常常跟文藥講說 我們要有什麼夢想之類的東西 一個想像的圖像 去跟別人 在藝術圈這個通常會 讓更多人有興趣 那 那 我 因為 老師已經強調說要從左翼的觀點了 那 我本來想要遮遮掩掩掩 不要那麼左 可是 那就直接講吧 我自己會覺得 呃 你就說這是個人非常的斷 就是斷 斷 基本上藝術圈 不一定會認同 我自己會覺得說 我會相信呢 是 呃 藝術作品或展展本身到最後本身 其實 他是會反支撐的 我的反支撐意思是說 就是 不會再有一群人是特別會叫藝術家 或者藝術人叫策展人 它意味著說 其實 只要資源足夠的話 其實大家想做就做 那問題就在於說這意味著很多 例如說 我們要很多的懷疑 例如說 如果大家想做展覽就想做展覽的話 那材料在哪 你不用藝術家的材料的話 可能現在是藝術家好像有點過剩 因為你知道 美術學院每天都會推很 每年都會推 不斷推很多藝術家 藝術學生出來讓他們 去衝市場 那可是如果假設真的是一個廣大的市場的話 那 那或許這些學生的東西 還不夠用 或者這些學生有一種偏向 老師其實還不夠 因為我最近 老師記得到一個是 那個 就是 Face聯盟的案子 我們就沒有找 我們有找藝術家幫我們做工作方 帶工作方 但是我們主要展示的作品 是十一般的作品 可是你可以想像在藝術圈 不會討論十一般的作品 可是很有詭異喔 藝術圈要拯救死期 要對死期犯有人道的光環 就算你知不知識被死算 至少會讓他們覺得要有尊嚴 對不對 這不會有人否定 應該不會有人說 他們就是活該 他們就應該 關在地牢裡面 然後就要人 不會 我們都知道要讓他有尊嚴 對不對 可是你還是不會討論他的作品 即便他作品本身的 他的創作處境本身 可能比絕大部分的 我對藝術學院 比較簡單 比絕大部分的藝術學院的學生 更加的 便宜會覺 但他在藝術學院的學生 常常會出現狀態 就是 全世界都不懂我 我好孤獨啊 我好做出來 東西做出來 然後被老師打回去 他好像覺得他自己最委屈了 但他有想過 他絕對不會想到有個死心犯 他是要在勞房的外面 他在走廊上面畫畫 然後他畫畫本身 才只能被歸放是中國水墨 因為勞房沒提供其他教學服務 就是 矯正主無法想像有其他畫 例如油畫 即便你要引進油畫 那意味著矯正主要多很多流程 又檢討油畫有沒有問題 刮刀 會被傷害人 之類的 所以通常都用最保守的 中國水墨 但其實這個 其實還可以談很多 例如說 為什麼我們的想像都是 畫個佛像 三水畫 然後獄中的人 就會有一個心靈的提升 而且最好想是 這個心靈提升後 這個人假設真的變好了 他還是會死 所以我覺得 在做這個檔案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很詭絕的狀態 而且他會比藝術圈的葬力本身更大 但問題在於 要怎麼講這個事情 當然這有點扯遠 應該說 這是一個我自己的討論方向 一個欲望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把 不再是展覽本身 一直鎖在我們這 一個小小的藝術圈裡面 而且不再只是說 外面 好像是我們不斷的 要去從外面 吸東西 就是一個藝術圈的常態 就是 譬如我們一陣子 先鎖定台灣本島原住民 或者什麼 新住民 後來鎖定一個連景 東亞 東北亞 然後東南亞 然後到非洲 我相信 依照這個推論 如果到我們這個世代 我們要連結到全球 然後就連結到月球 就可以了 你可以想像 我們都會往外抓 往外抓 其實如果 為了一個點 去湊一個連結 這是一個 我自己是覺得很美通 很美通 它可以是一個 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 很 我相信這些 做的人都是很真誠的 其實沒有錯 他們都很真誠的做 但是 就是 好像似乎少了一點 有趣的東西 那 因為我 藝術的學生 偏偏做圍基百科 做得比這個久 然後又接觸Wikidata 我在這裡 現在會比較像 是說 我從Wikidata這邊 我在設想 是 有沒有 幾種版本 可能 一種圖像 一種怎麼去理解這東西 我剛才提到的 關聯 連結 我們如果用一種 我們 因為我有很多 讓你 我覺得要在藝術圈 講這件事情 有的人會是覺得 他太數據了 太過科技圈了 然後 例如說 我們之前找建宏老師 去談 然後邀請了唐鳳 其實我們 遇到一個問題是 其實科技圈的人 不一定知道他 他做的東西 其實可以 講得很有趣 唐鳳是會不會 懂很多 所以我可以去談 但是如果 我們突然跟他說 你覺得 你這個手機的 這個介面 這個私底隔熱的關係 可能一般的 無法理解 那我們又要怎麼 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又要做 台灣哲學圈 就接 馬上不一定會馬上 敲證 那藝術圈 因為他就是很喜歡 到處亂接的時候 這個某種程度上 我們或許會有機會 我自己都覺得 那我在這個案子 這個計畫裡面 就是說 他如果作為一種策展 我先講 這是一種 我自己等一下提的 比較像是 該怎麼一個圖示 他其實對我來 就是一種圖示 就是一種可能性而已 不代表他一定是 一個完美的範本 就是說 你可以想要一個哲學家 很愛 基本上每個哲學家 都會提一個 對於自己 對於世界是怎麼看的 例如海德哥就是 存在存有 然後 Gaze Tale 或者德西塔就要解構 或者馬克思就是 階級鬥爭 這個關鍵 他會把這個 應該說 他有一個 世界有的 運作模式 那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現在也 不會特別提 自己想到什麼 但是我覺得說 我第一個想 因為昨天 前幾天又說 會嚇你 然後我又想到 阿圖社的那個 那個 阿圖社的晚期的時候 提到了一個 是 那個 相遇的唯物主義 其實他又看 相遇唯物主義 為什麼我講到下雨 因為那天 我拿到相遇唯物主義的前流 他一看 就很浪漫說 外面正在下雨 那我本來想說 今天會下雨呢 搶這個 很浪漫 結果他給我今天出太陽 好 相遇唯物主義這一篇很有趣的 他 他一開頭 他其實 叫伊比魯秀 叫伊比魯秀嗎 那四個字沒事 就是一個西藥 主哲學家 他去換 想像說 世界的砍 他想像世界一開始的時候 世界的組成 有點 一開始組成有點像原子 就是最小組成是原子 那他們在一個虛空裡面 像雨這樣往下掉 可是你如果想像說 他們都這樣平行的掉 對不對 其實他們是不會接觸的 就是 所以什麼都不會發生 所以伊比魯秀的 那個普吉亞哲學家 他創造的就是說 那個東西本的其實 會在某種 喔 至少他原本的文章沒了 所以後來是別人 他的優先當他流派的人 去承出他講過什麼 就是說那個原子 就是那個原子 可能會有一點偏差 微霧 然後會讓這些原子 原本是平行掉 平行就怎麼都不會發生 然後就這樣狀態一起 然後就出現了更多 他不一定是一直撞在一起 不一定是相遇 不一定是相遇相同 持續的相遇相同 他們可能會分開 會怎樣 但是一定是因為有偏差 因為偶然的相遇以後 才會創造這個世界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把做一個類比 這種原子的狀態的話 其實就是很像剛才講的 資訊 剛才文藝講的 資訊 在文藝Data裡面 他們所呈現的方式 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資料圈 講成一個平面的話 然後每個 剛才講的一個項目 一個都是一個點 一個點 其實他們之間 真的是必須透過連接的方式 才會有關係 甚至說他的性質本身 例如你要 剛才文藝講到 有一部分 文藝Data的部分 例如說某某人 他是人類 你必須是把他們連接起來 他們彼此之間 還在互相定義 這個人才被確定是人 這個人 本身又確立了 他跟這個人 是什麼關係 又跟其他東西 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理論上 基本上 在文藝Data上面 是無法想像 一個完全都沒有的狀態 即便是 長度、時間 好 他一定在某種程度上 都有個 唯物的對照 就是說 有個物質性 去對照 他的長度一定是 有個比例 這樣去對應 可是他也是一個 這樣的 連結性的關係 那這樣連結性的關係 其實 對於阿圖社來說來說來說 這些都是一個偶然的相遇 那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說 展覽的 本身 在很多情況下 其實這些 偶然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種狀況 是 很必然的 一定可以做出什麼展覽 例如我要怎麼做出一個 左翼的展覽 一定要加階級鬥爭 關懷台灣的勞工 然後要全球化問題 然後關鍵的都打出來後 找哪些藝術家 承接人 然後殺人誰誰誰誰 有多少錢 就可以找什麼藝術家 如果你什麼 想要做一個很迂腐的展覽 沒有創 沒什麼創造性 很有正確姿態的話 其實不難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 你想創造一個 很有趣的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把自己 投入在那個 虛空間 至少在數據的時代 他是有可能 因為 老實講也不一定 真是說為什麼 我因為說他看不到 但是雅兵看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雅兵為什麼 會覺得很高興 是因為他看到一個 是 以前大家都不是這麼提的時候 的一個東西 而這個是很多 我覺得其實 其實某種程度上 很多策展人 或是很想要追求的東西 那在這種程度上 在這種狀態來說 我覺得 數據本身 尤其在當他做一個圖示 讓他的量夠多的時候 他是有記憶或是呈現的 那他又變成另外一個 也就是說 至少在光法論上來說 我覺得 你可以去理解說 他不只是一個作品 他就是一個 你把一個作品 讓很多個連結 一個點一個點 之後 怎麼把它連結起來 然後把它視為一種 災難本身 那可能在中間作曲 最重要的關鍵 是作為一個災難名稱 他的脈絡 或者他所要賦予的含義 可能就在 他的連結裡面 就呈現出來 當然也可能 你本身也要有那個 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可能 就剛才講 我覺得還好 他就連結 可是對於養子來說 他可能 因為在新樂園的經歷 知道可以做出什麼 那當然這種方式 也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他可以創造出 一些和 奇異的組合 例如說 1999年台灣藝術家 什麼星座最多 然後再去創造出一些奇怪的古趣事 一個 這個星座 為什麼這個星座的展覽會最多 藝術家的展覽會最多 是因為某種原因 然後再接到某種原因 這種去 他本身這個 沒有一個固定性 但他可以是一個 開創某些想像 我覺得在數據方面 可以至少 他是一個 可以打破基友的 呃 我們一定要怎樣的 標準的 一個作業流程 要讓我們急著 要找很多的 原住民 然後 說真的啦 講來聽點 原住民藝術家 你是要講好嗎 還是不要講好 因為我覺得在座人 大概知道 標準的原住民藝術怎麼做啦 他的問題 一定不是 你不知道怎麼做的問題 他是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我真的 算很急著呢 例如你要怎麼做客家 藝術家 之類的 但 大家真的很 很邪門 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還有一個 是數據 在數據另外一個呈現上 很 有趣的在於是 有沒有可能 為什麼 我們展覽本人 其實現在很多展覽已經開始做到 物件 藝術品 都是 幾乎同等地位 但有一些展覽做不到 有一些展覽 沒有做到 有一些展覽 例如說 一個攝影展 他有很多照片 然後他又擺出一個 他就努力去找出那個 以前的攝影家 用的相機 或影片 但他 他只是把它當作一個 情調 或者裝飾 或者他們本身就是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但有沒有可能 其實是我們在一個資訊圈的話 其實 他是一樣的東西 像我們剛才講 Wikidata本身 他沒有 應該說 Wikidata本身的架構 沒有製造分別 沒有為領域做分別 他基本上 例如說 人去寫以外 他可以是不同資料庫的 灌入 例如 美術館 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 衣服博物館 這是地方的博物館灌入 這些資料全部灌入後 當他在一個平台的時候 他意味著說 所有的 第一個意味的是 所有的疆界都被打破 也就是說 假設美術館 為什麼美術館的東西跟歷史 其實很多館一定會做 例如我需要一個日誌時間影片 我去找台播 或電影中心去問 他們都已經會做 但他們 我覺得在方寶圖來說 大家都還是 是比較分別類的 但其實至少 我們應該在概念上理解 他們其實 在一個展覽裡面 應該是某種程度上 都是同一個東西 而且應該可以更加的 激進 或者更加奇怪 例如故宮的一個椅子 怎麼跟一個台灣 最當代藝術家做的椅子 甚至是做一個畫作是有關係的 有沒有可能做得到這些事情 或者 應該說 這應該理論上 因為它是可以連接過去 例如說 那種展牆 可能是街上 故宮的賣 概念 或街上 又突然跳到海洋 國務館 一直以為的概念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機會做到這些事情 至少我覺得 在VTDH告訴我 那篇子概念 告訴我 在技術上 或者在一個形式上 一定做得到 但再來就是 你要怎麼讓你的想像 去跟得上它的連結 當它呈現出來連結 另外還有一個概念 在於 我們這些都是講 物件 講圖像 但其實剛才我提到 資訊圈的另外問題 是 我們都把DATA這件事 尤其我們 當代DATA這件事 都想成是一個 數據化 文字的概念 但其實 應該說 DATA本身 就是一個非常 材料 有點比較像材料的概念 什麼材料都收進來 只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絕大部分 都是在電腦上 所以好像 它只能用數據 或數位化 但其實它本身 其實是可以 剛才講的轉譯 不一定是只有 一個 例如這個相機 它只能轉譯成一個 數據 它才是轉譯 為什麼不可能 數據轉譯成圖像 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不可能 一個 一個 東西 一個桌子 它的物件本身 其實跟我們 高度 是有關的 那高度其實是一個 例如台灣人 那時候的 平均高度 而那個台灣人的 平均高度 就是那時候台灣人 生長狀況下 就只能長那麼高 或者平均就長那麼高 然後這樣做出一個連結 我們沒有人 因為我們通常會 把數據就是數據 那它大概就是最低的 就是它好像就是那樣 我們就是說 因為它通常是一個實體 然後不斷抽取 抽取 抽取到最簡化 但是我們好像比較少說 倒過來 去想說 它有沒有可能 回到一個轉化 其實在 例如說 當然它也包含了一些 奇怪的轉化 例如說 之前我看到一個新聞是 就是美國的 好像以色列的間諜 他們透過 露營 然後 然後 就是有蓮子 蓋住以後 透過路 就是用過那個光 就是因為 你叫光是光子 這樣打出去 它透過去偵測 光子的變化 然後知道 即便有蓮子擋住了 它還是知道聲音是什麼 裡面在講什麼 其實你知道 這個其實是非常的 很恐怖的 一種轉意 它是聲音 但是它的傳達方式 我們第一個想像是嘴巴 嘴型 所以我們會說 我們要防人家看嘴巴 然後他就不知道 我們要講什麼 但其實它可以變成是 透過它改變空間的狀態 然後讓那個房間的樣貌 的光子的呈現 本身出現改變 然後透過錄影的方式 去知道聲音是什麼 所以聲音也不只是 聲音 也不只是一個嘴巴的變化 而是一個可以直接轉化成圖像 然後轉換成一個資訊 所以我們 但我們其實 你知道如果 直接跟資訊圈講 他們會覺得一起笑容 就做出來 然後有這個功能 類似 他們不一定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在 尤其這個當代 當代哲學 他一直很在意的是 不斷的轉化 到底有沒有可能 而在於我們 而在於創作者本身來說 重轉化本身 我覺得應該也是 很大的 有趣的點 它代表一個物 物本身不再是那樣 然後再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 就是 Vera最近做了一個 是 就是 虛擬模擬器 那 它就是 地球的上面 所以我覺得都有 用地圖的方式 然後空拍照的方式 然後自動生成那些 重要的建築 然後就好像在澳洲 突然出現了一個 230幾高的建築 就是 在那個遊戲裡面 突然有一個 230公 神龍的建築 大家就想說 習慣 後來發現 原來是 那個地圖資料 不小心輸入錯路 然後變成 232 就是輸入 那個樓有 232樓 那其實你會覺得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說 232這個數字 不是 Data 或者說 資料的最底線 而是它可以再轉移 至少在這個地圖中 它再次轉移成一個 視覺圖像 比如說 22312層 高的圖像 然後它又創造一個 意義 然後你可以說 這是假的 就是一個人為書師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 它告訴我們文字本身 又可以再次轉 用一個方式 尤其又是一個 技術方式 再轉到一個 另外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又可以再 可能再轉到另外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再一個 應該說 我們如果要嘗試 用一個 很多東西其實 我剛才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很多的 材料本身 其實都有做過 一個不斷的 強調跨聯繫 跨不同領域的連結 不同東西的出現 但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它不是在一個 應該說我們沒有用一個 一個資料庫當作一個 藉口 或者當作一個 統一的準的時候 去理解這些事情 那再來 我想講的是一個 我們在 在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覺得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 像雅萍是 新樂園的總監隊 他會希望保存 這邊的空間的狀態 就剛才講了答案的部分 那就會遇到說 你要怎麼整理這些答案的問題 但文學本身是 Wikidata那邊 他會希望是說 例如 告訴國外 因為其實 維基數據 台灣這附近 他會希望做出一個 類似百語圖的東西 告訴國外人 我們怎麼做 我們遭遇什麼問題 尤其這些問題 一方面 在維基數據本身 他可能還是以 資訊圈為主 然後又可能是 又可能 對於亞洲 其實他們覺得 就一樣 因為我們這場講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替代空間的概念 替代空間的概念 這個概念本身是外國的 外國的替代空間 他有自己賣 但是在台灣的替代空間 到底要不要直接等通 這本身就是一個有問題 那在數據裡面 要怎麼呈現之類的 或者說 那些欄位項目 是否有在翻譯的時候 在台灣 是否有做過一些改造 或者怎麼樣 然後要怎麼去 回饋到國際這件事情 那對於欣賢來說 當然就是這個 檔案的這個 就是 作品的這種保存 還要點藏 這是問題上 那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呃 在這個案子 尤其在不同的館中 我覺得我看到的是一個 就是 台灣館 台灣的很多館 先排除叫大館 就是三大本宿館 或者就是 佛家很支持的話 其實你知道就是 地方相公所 在一個叫做號稱 各個鄉公所 各個鄉政區 都要有一個 無論是紀念館之類 也要生出來的 那種狀態下 其實台灣的館 它是面臨兩種狀況 一個就是這樣 就是說 他們沒錢 但是他們又要身脈絡 然後他們又要保存 然後他們要一次做很多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在這個 在這個案子裡面 在對於台灣 就是對於是個機會 因為實際上我們 當在這個保存 在這個資料點藏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數據的方式 去看到一些東西 我會一直說 我們一定要做宰 因為它可能是一個產出 但是我們在某種程度上 做了點藏 而這個點藏本身 又可以 去讓這件事情 是比較實戰 但我剛才講 就是從 阿薩布拉 我覺得這個點藏本身不一定 只限於 管 也可能是NGO組織 或是什麼 因為NGO組織 其實也有相當大量的資料 同樣也是不公開 也都是 就是 通常可能少量出版 然後可能 然後或者說他們 其實本身也就是想要 通常應該也是會有整理自己 的 狀態 需要整理自己的組織的東西 的脈絡那些 但是 又沒錢 我覺得 可能會有一種 台灣有這種普遍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本身 其實跟 歐美地區造 歐美就是說 因為我幾百個人 是剛剛講的 是整個全球的 那全球對於管理的想像 其實就是一個 比如那個 MOMA 然後就是公開 因為MOMA 本身就會做很多資料 他們的做法 或者某個學術資料庫 然後他們就直接公開 然後就直接把那些資料 灌到維基數據 然後他們就說 這是一個成功的寡年計畫 他們完全不需要思考說 在台灣 美術館可能 連檔案都還沒有 或者是一個 那個 輸出了 但是沒有IHB 然後可能 沒人整理 但就放在那邊 他們沒有 他們的 應該說 他們給我們的 經典案例 都是 絕大部分 不使用台灣 我的理解是這樣 那我剛才講到那麼多 其實 其實比較想要的是 大家討論 因為我剛才講到那麼多 其實比較像是 從阿土社那邊 講到資料庫 是怎麼想要的 但我覺得他只是一個 其中一個想像 因為我覺得 雖然老師到37 雖然我覺得斯蒂格勒 還沒有到極限 我覺得MOMA 皇帝比較厲害 就是說 應該說 我們沒有資料庫的本體論 應該說 MOMA 創造一個本體論 是肉身 類似說 你要跟MOMA 要處理的問題 是身體跟 這個世界 是怎麼連在一起的問題 那 為什麼 不是 假設說 剛才我們提到的 所有資料 都是可以轉化 DATA 而是DATA 不要執限人 這種諸位資料 而是所有的一個概念 最原始的材料 就是DATA 看彼此連結的話 所以眉絡旁記告訴我們 是 人跟DATA本身 其實是連在一起 所以 所有存在的 最小的單位 會不會是DATA 有沒有可能是這種脈絡 或者 這只是形容一種可能 或者說 法定屋的存在 存有用數學原理 如果科技學 真的很喜歡數學 用集合論的方式 去創造一些概念 有沒有可能 所以我剛才會說 這不是只是一個 不是老師阿圖社 反正他眼睛 阿圖社也是我最愛 不是阿圖社這個範本 還是唯一最準的 而是 剛好就是因為下雨 然後 我都覺得很浪漫 所以提這個例子 但是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在DATA這邊 會看到什麼 那我覺得它其實 大概 其實 我覺得大概還是 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一定是 就是 至少在數據時代 大家講到一定強調連結 而且它的連結本身 我覺得 如果是 死掉連結 就是 一次連了 就一輩子就這樣 而是可以不斷的 轉換這個連結 就是說 它可以不斷轉移 或者不斷去跟別的東西連結 在整個資料庫 尤其當野資料庫 是一個 全世界性的資料庫 的狀態 會是這裡為是 然後 然後 另外我們還要去創造 真正去想 真正去想資料庫到底什麼 就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分析 其實還不 例如說 你說連結 更加流動 或者什麼 德樂資 其實 德樂資在分析資本主義 其實是這樣 但我們可能要再進一步分析 是 資料庫的 這個狀態本身 跟資本主義 就是大家典型的 資本主義運作 很變重 這本身 它是怎樣的關係 它是直接等同嗎 例如說 資料庫的狀態 其實是資本主義的 例如說 我們剛才講到 全球化的資本主義 全球化資本主義 跟全球化的資料庫 本身是怎樣的脈絡 它們是一樣的東西 還是本身是不一樣的 它運作方式 或者它有些 希望之間 然後我還有 目前想要這些 不知道 就大概先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覺得 我比較希望是大家提 因為我們這個 之後還有一個工作方式 要討論 怎麼樣撤轉 那我覺得 與其先做撤 一開始就直接跳到說 應該說 其實我去Face聯合的時候 他們說 假然真的不行 那就 空氣掛上去也是個 但是他好像也沒錯 因為他 我們想那麼多脈絡 他有可能 那個作品本身有力道 然後本身就是 當你 有些事情 當你想說 他是誰畫的 他是誰做的 你本身就會 我得承認實際 我有點感動到 基本上 對於藝術大學 我就覺得好 我會有這種 騎士的狀態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我們要先 如果真的要去做一個 以資料庫測假的話 我們要先去想 先去想像 你的資料庫的想像是怎麼 可是這個資料庫的想像 本身又要去 當然第一個對應的是 他跟以前的模範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再來去想說 我們要怎麼再進行他 那對我來說 資料庫的想像 最後本身意味著 如果說 我自己的想像 他可能 如果說我們真正的 相信資料庫 某種程度上 或許是意味著 我們很多的 對於美的 感受價值不一樣 例如 在很久以前 我們都相信 看電影裡面都 就是大的 這樣才爽 但是最近 大家其實可能看個手機 然後就 我有看到了 然後我就夠了 但是物業好像有得到一些東西而已 當然 然後 可是在更久以前 其實你可能覺得不需要 你不需要特別去研究 影像的質感 然後那種感受 他可能很重要 可是可能對於這一代來說 或者對於一個 想要做其他事業來說 他那個東西 不是那麼重要 不是說 有點像是 他只是沒有那麼重要 他還是可以談 但是 或許你想要做 關注的一個東西 可能是一個 例如說 當我想要做一個 很低線的展覽的時候 真的有沒有可能 而這些東西 就是把Google的圖片 都要收出來 然後擺出來 但是我可以提出一個 透過一個資料 可以提出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概念 這些 就是說 我發現有一個概念 可是 我就借不到展 我就借不到羅竹中 那個莫娜麗莎 就沒錢借 我就直接 印出那個莫娜麗莎的照片 如果有人這樣 可是 這樣講 大家可以勉強接受吧 可是如果你這樣 直接講 我這個藝術家 我不想借 我就直接拍照 一暗示一下 大家就會覺得這個廁場 很偷懶 或是怎樣 或是怎樣 那我覺得 或許在於 未來的時候 當很多資料 出現在網路上的時候 或許 這些展覽 我們必須 去看到的是 他想要傳達什麼 而是有趣的 至於 呈現方式 我就很低心 好啦 那我不知道 我現在是比較想知道 大家對於資料庫的展覽 是怎樣 然後 我們可以 討論 然後 或許 是下個月嗎 下個月還有工作方 然後是 我有蛋 另外一個 下個月是不是還有工作方 對啊 反正我們可以約下個月 然後再討論 我覺得 一開始就說 沒有 我覺得沒有一個絕對的方法論 但是 比較想知道大家對於資料庫的想像是怎樣 然後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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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側 好 待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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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講什麼 剛剛其實聽完今天 這三 就是三個講述 講述 我會發生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剛剛在講 VT-Data 它其實是 一個後設資料的一個資料庫 對 那我比較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 是 到後來你在講的是 資料庫可以怎麼樣應用在展覽上面 或者說資料庫的想法怎麼樣跟展覽做資料庫 我反而覺得你在台南其實並不是資料庫 你在台南其實是後設這件事情 只是在資料庫 只是在Wikibeta或說我們後設資料上面的呈現 它好像會比較著重是在物件跟觀點 這個資料庫是在物件跟架構在物件跟觀點之上 那可能你是藝術背景的 所以你在講的時候你會強調的是 這個觀點很多觀點是我們沒有被發現到的 那或是說這個觀點是需要被創造的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創造觀點這件事情 可能就會是藝術的部分可以去協助做的事情 尤其是剛剛也有講到在建Wikibeta的時候 有一些是易可被稱為 這些東西可能是原先電腦裡面沒有的資料 但它也有可能是之後可以再被創造 因為資料或說我們這個世界是一直不停地創造新的東西的 讓我們或許可以在這個方向去創造新的東西 讓大家對於這個東西有新的想像 或是把過去比較沒有被想像的東西給連接起來 那我發現另外一個很有趣的點是 你在討論的時候你會強調一個可操作性 就是這樣子的觀點或說這樣的沒有關聯 我們可以怎麼樣把它連結在一起 這個想法我覺得是 之前我在想資料庫跟策掌這兩個之間的觀點性的時候 沒有想到 對它其實很重要的一點是 即使我們把觀點找到了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或許是給你的一點小同學這樣子 然後至於就是後設的後設的觀點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只有透過資料庫可以來呈現 或是資料庫的方法可以怎麼樣再更靈活一些 是我覺得 我自己看完就是 你要說參加完這三個分享之後 覺得可以再 跟大家一起討論的問題 謝謝 應該這樣講 主要是說我自己會覺得 一來有兩種 一來是我們一直都覺得 應該說我們沒有比較統整 去用代價資料庫的方法去看 對我來說很多東西可能都概念 其實阿朵社會1960年代的人 他多老了 他都掛了對不對 他的概念本身 或許再回來看 會再重新翻出一些東西 但是沒人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沒人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 習慣用老方法 老方法怎麼做怎麼做 我們就大概 當然想法會有些 因為它包含一方面 一大堆思想家的方法錢 一方面是 你一填掉的時候 會有一個新的資料 然後 會不斷的把這個 藝術圈的東西 不斷重複 這一定會有可能 但只是說 我們沒有一個真的去盤點 說有沒有去直接開個想像 開個想像 然後真的去 給它灌 做這個資料的想像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 剛才就至少在這個標題 教堡 教堂今天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有另外一個 比較麻煩 就是後世的資料 就是說 比如說一個東西上去 對不對 應該說 它這裡有兩層 第一層是 那些後世的資料 從哪邊來 因為在Wikidata 或什麼 不管怎樣 它一定要幫它洗 或者幫它編 所以我剛才講 有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台灣沒人做 然後所以變成 這些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容易 例如我們就變成 當做聯繫的時候 這時候 就分兩種 一種藝術家很厲害的連結 另外一種 就是靠資料 去做原本的連結 但其實這兩種 我都覺得還好 不是哪個好 哪個不好的問題 就是在台灣 應該說 我們先假設 真的有那些後世的資料 其實它的連結 是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去找 然後去正式 怎麼呈現這個連結出來 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在Wikidata 我發現 它的後世 因為就像剛才講的 它的後世 我們想像中後世的資料 都是連結 點點點 然後具體的那個數據 可是剛才我們也講 它是連結的 也就是說 當它是 剛才講的 它一個人 它是人類的時候 它是連結到另外一個 所以它的後世資料 本身又不能去想像 它是單純的美術館 一個牌子 重點牌子 或許有一個不同的東西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通常常後世的資料 就是一個本體 然後所有的數據 都是為了描述這個本體 所以這個本體跟數據 本身的關係是 數據是 在某種框架下 服務本體的 可以這麼想像嗎 因為 例如說我講長度的時候 長度的數據 不會講重量的數據 類似這種東西 但是有沒有可能是 它會比起這些 它們是全部平等 所以我看來才會說 高度本身 其實 高度本身 其實是可以另外一個 作為一個平等的關係 像大高 或者大低 我自己是否覺得 照理一下 Data的案例 是看到這個 這確實是 Wiki Data 我意望 不曉得 Wiki Data 的架構 但是它確實跟我意望 所認知的Meta Data 就是後世資料 都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把所有東西 都支成一張網 對 那如果說網絡的部分 你有興趣 我覺得或許你也可以去看看 社會網絡上班的那個 對 這部分可能會講到 連帶啊 或是講到結漏洞啊 這些東西 或許會對你的問題的幫助 還有什麼 整個都可以啦 我剛剛也不是講的 剛才講的 就是 你先講一些無聊的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您講的那個哲學家 應該是盧克里說 是 就是那個 其他時期的 然後 他講的那一個 就是 原子的運動 那個微篇嘛 是一個還蠻重要的概念 因為 因為 對他們 原子 原子 學派的人 來講 就是說 他們其實看這個人啊 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長這樣 其實是 很多例子 在 某個時間裡面 同時 運作底下 出現的解決 所以 對他們來講 就是說 我們在畫素描的時候 可能會叫一個人 就是 你坐著 然後開始畫 也就是 我們在掌握型態的時候 那個東西 必須要去靜開的 可是 在原子學派裡面 他們其實是覺得 不可能 因為其實我 會看到 這一個型態 它其實是一個 例子運動的 所以 所以其實 CleanerMan 常常會被用在 相遇 這樣的問題上面 那 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長這樣 其實很多例子 相遇 而不是 而不是 你媽媽把你 說到成這樣 所以 那個想像其實還蠻有趣的 然後 我會覺得今天聽到 Wiki Data Wiki Data 還有 你在講的事情 我覺得 它未來的可能性 其實很多 可是 我們可能 好像都沒有那麼樂觀 它真的會這樣發展 或真的有可能 出現很多種發展 因為 我覺得在展覽 就是說 我們如果在看 今天展覽的行程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 教書這幾年 其實會發現 年輕人最大的困惑跟受創 就是 為什麼 藝術家到最後 只會 只有那幾個 也是 當然 我在家我也會說 我是藝術家 我跟人家 FaceTime的時候 我也說 我是藝術家 這都沒有問題 可是 真正能夠到北美館 真正能夠到MOMA 就是那幾個 為什麼 到最後只有那幾個 所以 所以也就是說 藝術 從那個 從很久以前 然後到現在 再過的答案 它 它其實是一個 評價系統的問題 也就是說 米開朗基羅 為什麼會被叫去 畫那個 畫那個天井 為什麼 你知道 那時候有理由 你知道嗎 因為 神把才華賜給了這個人 問題是 誰決定神把才華賜 就是說 誰看得出來 神把才華給那個人 其實透過 他畫出來的東西 然後人家感動 對不對 可是人家感動 我不會直接講 你開朗基羅好厲害 不會 我會講 神終於把恩賜 降到達身上 其實一直到現在 藝術家還是這個鬼樣 對不對 就是說 我為什麼會成為藝術家 就是說 我必須要有 去MOMA展覽 我才叫藝術家 我不用說 在北美館展覽 我才叫藝術家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評價系統 雖然 雖然不斷的民主化 可是 他解決不了的一件問題 其實是什麼 藝術家 藝術家不能太多 藝術家不能太多 他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他是評價系統 評價系統 其實是一個篩選機制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我們進入到 數位化時代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一個 很有趣的革命的戲劇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藝術的前衛運動 藝術的前衛運動 我非常討厭西方發動的前衛運動 因為 那當然 台灣更不用 台灣都跟著人家前衛 那 就是說 西方的前衛運動 為什麼非常噁心 因為西方的所有的前衛運動 裡面的人 都在喊著一個口號 是什麼 喊著一個口號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去除藝術 我們要 我們要反對藝術 那 其實他們拿什麼東西來反對藝術 都是拿社會 還有拿大眾 拿人民 當作人 也就是你們的東西 跟這個世界不接地氣 跟人民離太遠 所以 我們反對你的藝術語言 然後就開始會 開發出新的藝術語言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人數不會增加 也就是 即使一代一代的前衛運動 都在為人民服務 包括在為社會服務 可是 進美術本來就是那麼多人 藝術市場裡面 也差不多那麼多人 除非商店變多嘛 也就是 連台灣都開了那麼多藝博會 還有飯店博覽會 其實 那商品就可以多一點 所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 當數位 就是說 數據的時代來的時候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剛剛在講那個 Wikidata的那個視頻的時候 OK 那我們今天有沒有可能做展覽 是透過 Wikidata的連結來形成展覽 因為 因為 Wikidata形成的展覽 它的關聯性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它的關聯性是透過 那個 Property的 重疊度 去關聯起來 所以這裡面就很有趣 就是現在的策展人怎麼做展覽 它怎麼樣把所有 就是說這些不同的藝術家 不同的作品 爆炸的話 它裡面其實是有一些評價系統 國際策展人 它要掌握的是什麼 它要掌握的是世界各地的代理商 也就是說 OK 我今天要做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包含了亞洲 亞洲裡面有台灣這一塊一張 那它就飛過來台灣 然後幹嘛 找業務嗎 業務會提供情路 也就是 它只要知道台灣有哪幾個代理商 那幾個代理商是怎麼出來的 就是文化部每年招待二十幾個人來 免費旅遊看台灣有哪些空間 這些空間都有一些藝術家 他們這一家叫怡基 然後那一家叫 叫 那個 反正 叫 反應很多 反應很多這些廠牌 那它就一家一家廠牌去翻行路 每一家行路 都是塞整過的 所以 所以其實它是透過層層的連結 然後到最後選取這幾個人 可是我覺得如果要從 VTDECA來做展覽的時候 它裡面設置到一件事 那一個 那一個關聯性 不是人的評價系統做出來 那不是人的評價系統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裡面 為什麼 人類民主化那麼久 它的評價系統到最後還是塞這幾個人出來而已 因為空間 時間 還有數量 處理的問題 然後空間 時間 數量 處理的問題 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一個藝術家的價值有關 好 那其實現在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用VTDECA來做展覽的時候 我覺得 這裡面最大的政治問題是 其實是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 所有美術館都容納不下 那個數量的藝術家的展覽 可是 這樣才會有意義 因為那個關聯性的強度才會出來 可是換另外一件 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所有的車展人在做車展的時候 它的評價系統是依據什麼 依據所有的感官元素 然後配合上美學 然後它去篩選出 OK 這個人在這個 在這些感官元素底下 他的作品其實比較很好 可是 當我用資料的時候 就不是這些視覺性 或聽覺性的感官元素 而是什麼 而是文字描述 或者一些 或者一些那個 規格 其實規格 還有一些訊息 在處理這個資料 所以它的關聯性 比如說 比如說 我現在一個 一個車展人在做展覽的時候 我可以說 OK 我找到了 就是說 他們都在做草本的感覺 因為現在環境藝術 或者說 生態藝術很流行 所以 所以 都選那個有在做食物的 那 可是 我們在MetaData裡面 或者在WikiData裡面 我們會不會標上一個叫做綠色的植物 可以吧 材料裡面 這個是 有可能 也就是 可是 它就比較 就是說 它相對於我們現在的車展人在找 就是說 OK 我都要找熱帶植物 那我的MetaData 會不會在綠色植物之外 再標上它是來自熱帶的 因為你直接標是什麼植物 然後再從植物那邊找出 給我們植物的生態帶 就這個可能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們慢慢的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挑戰性 就是第一個挑戰性就是說 再 要解決那個 要解決那個 關聯性的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 在MetaData 和WikiData 建立的時候 的 那一個作品的描述 要用哪些 還有信息去描述 這個關聯性 才有可能出來 那 我會覺得 其實 它會出現一種 完全不同的展覽 譬如說 我有沒有可能 接下來就做一個 所有人的作品 都是兩公斤的作品 那展覽 那展覽就叫兩公斤 然後所有的作品 都兩公斤 那這個WikiData 比較好做吧 對不對 或我說 我要做一個展覽 展覽的重量總和 作品的重量總和 是一對 或者說 這個展覽的 這個展覽的 顏色 色溫 都是在哪裡到哪裡 其實我會覺得 就是說 所以用 製料庫做展覽 其實真的可以完全有 我覺得可以出現一種 完全不同的事情 而且才可以真正實現什麼 我跟你講就是說 新樂園的藝術家 的總數有多少 加入會員的 那個 文藝院有 現在有列在裡面 名字的藝術家 這25年下來 我等一下用一個靠著 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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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50個不只 因為有分團體 跟個人 個人 只有個 都是一張 應該有 應該有嘛 就是 其實 其實新樂園的原始的組成 其實當時很有趣 他其實我們早期在談的時候 也沒有很早在十年前在談的時候 不是 十多年的時候 十多年的時候其實在談的時候 其實新樂園他為什麼叫新樂園 因為他是一個由藝術家自行組成的 他並不是有個Honor 然後他租了一個地方 然後讓邀請大家 不是像一通 不要 因為他是共識 對 所以我在想就是說 這個共識本身 其實他會造成這裡面的藝術家 其實對這個地方的情感 不必要 他一方面會有一種集體性的情感 對不對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藝術家在篩選機制底下 會有另外一種情感 就是 怎麼有些人好像變成大一部家 然後有些人 其實在這裡面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還要排檔期 對不對 因為 然後有些 老闆拿行政院嗎 有些 有些人可能是會員 然後其實 可是 他其實是會有壓力的 因為會員都有資格可以申請檔期 沒有錯 可是其實 其實他同時也在看著別人的 展覽 然後那個 有權利的 是又會猶豫到底要不要申請 因為就會認識 就一些比較多 他當成員 他就必然一定要有擔任 他一定要 然後他一定要做彈對 他就是有某種強制性 然後 他提供大家 我看來他成長的方向 是他有提供策展的機制 就是如果你想要成為策展 可以當新的有實驗的人士 對 所以你作為成員 你要做策展 或是要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就要時常的 自主性的 才很好的 所以 新樂園他當時 用這樣 互助會的這種方式 來run這個空間 這個方式 互助會的方式 是一個很老的方式 他其實就是對回壓 對對對 然後他對應的 他對應的其實就是 叫做新樂園 對不對 對 那我會覺得 如果今天Data的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可能 是另外一個新樂園的開端 有 因為Data進來以後 就是說 新樂園應該不一樣 包含你們那個 對回壓的方式 要不要改 有 有嘗試要改 對啊 因為既然Data都要進來了 我跟你講 因為 因為假設Data進來 你的會員有100個人對不對 可是 當你們真的要用Data 來做展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OK 那我到底要用什麼理由 就是我只做這100個人 這個Data就弄了 可是 你只要稍微加了20個 不是會員的Data進來 就會亂 可是不只20啦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的混亂度超過20 那其實他就會造成 因為用舊的形式的組織 可是已經有新的技術進來 跟新的觀念進來的時候 他們這些 他被改變 他得改變 就是新樂園本身的運作 應該這個機制法就要改變 10年前就知道了 可是大家就不想碰 就破了 不過10年前 因為還沒有Wikidata的參與 的介入 我覺得這個東西介入 其實他的可能性真的很大 嗯 嗯 他就是 應該是某種 權力機制的改變 就是權力結構的改變 因為我覺得Wikidata的介入 會對藝術家個人的 對權力的思考不一樣 因為其實藝術家 當時我們想很簡單 所以我們想要被寫成Wikidata 哈哈哈哈 這件事就是我們想要被收刑 對 然後一般 這件事非常有趣 就是大家 就是討論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要跟Wikidata合作 然後大家說 我有資產 你可以幫我 投他們的想像是PDR 但其實NO 我們是PDR 我們是Data 那這Data就是 會考驗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因為我們現在宣布只有文字 那你要不要釋出 你的作品的圖像權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這個事實會不會是嗎 如果釋出 就是說 我覺得釋出作品圖像權 它跟這個還要在商榷 它跟Data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 世盟他們也有在做 藝術家的資料庫 可是他們藝術家的資料庫 其實基本上是什麼 基本上其實是 把Portfolio 這種東西 就是作品系這種東西 數位化 就是他們在做工作 他們不是做PDR 因為我們第一季進去的 所有人都停在一、二年 都沒有再換行人 就是我這八年來的東西 都沒進去 而且他們工作方式其實就是 把作品機 然後交數位填搭 或者說交短片 然後還有作品的清單 所以那個只是把在 就是說那個是非常初階的 的那個資料 數位資料 把它做成 可是我會覺得 你們現在嘗試的 感覺上如果按照文藥的理想 好像不是這個 就是按照他的理想 我會有執行上的 很難度這整個 因為我要挑戰 這個我其實 我其實會想的很實際 是我在執行這件事情的 難度到底是什麼 那會有第一個選項跟列額的選項 對那因為我覺得 如果要讓所有的藝術家 很真的維持新樂園的一種 平等的都被看見 其實我覺得DATA是最好的 對就不會有被篩選的機制 因為我最初的想法 就是要所有人都被看見 而不是被大家不被誰篩選的 你有資格是一個藝術家 對不管你成 做藝術家的時間長短 所以我那時候才想說 要把東西上去 對然後 然後這個策展這件事情其實 唉 就是今年其實 今年只是10年 對我們其實在寫那個計畫的時候 很有趣就是 因為不知道最終會長怎樣 對其實我就是因為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試試看 然後我覺得那個理想性是在 但是我得挑戰的是 每一個藝術家個人的那個中心思想 是什麼 這件事會變得很困 而且我不是跟幾十個藝術家 然後跟從以前到現在 包括我的老師跟後面學弟妹 都全部一起來 對 對 所以其實不看成員 新設員一定至少200 是啊 對 所以 目前在裡面的資料就已經超過200 就是 只要有展出的 就是已經超過了 那如果 比如說有一個車展 或是由你 去解決 這200多的資料 到底它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 其實這個壓力很大 對 因為壓力會在我身上 對 可是如果這件事情交給一個運算 嗯 一個演算法 其實現在就是先透過演算法 讓大家知道 這會變成成功 是 因為其實某種程度出血就是權力 上資料庫就是被看見 就是某種權力的彰顯 那 在講之前大家都聽不懂Data 那好 先做 做讓我給你看它是什麼樣子 那 你要不要跟 就要看 那 其實你我 因為其實我跟文月翰 和他 就堅持的 看法其實不太一樣 是因為 我其實是用美術詞的角度來書寫 其實 因為新設員是個很邊純的反應 就是 你老師講的那個權力之之下 我們其實蠻邊純的 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要不要賣我們在一起這樣 所以我們用很多實驗性的東西 那 我們有時候我們做的東西 會不符合現在草蘆所想要的議題 那 這些藝術家 就不能被稱為是一個藝術家 這其實是我那時候的想像 所以我才說 我要讓大家跟上 我昨天才跟一個 做Yahoo的人 聊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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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說 我容然很難學的 可以怎樣 就是說台灣 接下來可以怎樣 然後 因為他說歐美現在都在撞響 可是也看不出台灣可以不撞響 就是說 就不要撞響 台灣這個防疫成功 就突然很開心 好像防疫成功是一個出路的感覺 可是 就是說 那裡面其實會提到一件事 我覺得 我很討厭Creddy Shop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 那個鞋子 人造 弟弟的那個 好 因為 他就是做藝術執行業 那 其實說你剛剛提到 那一個 那一個事情就是說 OK 新樂園在台灣就是很便捲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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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 台灣的機會 當歐美在狀況下 台灣的機會其實是什麼 因為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自己邊垂 或覺得自己 自己好像不是主流 因為主流就是跟著歐美 因為中華文化已經沒有了 那 對不對 確實 中華文化不在台面上 做為主流 然後 主流是歐美 那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台灣的重點 現在全世界那麼多都在看到台灣 就會在 因為防疫成功 所以看到台灣 因為中美冷戰 所以看到台灣 那 可是台灣的機會其實是什麼 就是 那個編絕的 然後 然後被辨識為 其實它不是主流 可是竟然可以活25年的動機 這個是有意思的嘛 就是說 因為這個有意思就是說 欸 為什麼可以在 資源那麼少的狀況下 然後其實這些人連結起來 可是又不是很團結 然後 這樣可以 有一個25年的 這樣可以有一個25年的 網絡跟組織 其實這個如何變成正面價值 我覺得 新樂園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他的運氣蠻好的 那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 一個運氣好的人的那個 形象跟生命狀態 其實要想辦法成見主 這個是我期待 我們有經歷 加油啊 我覺得回應老師 剛剛還有雅瓶剛剛提到的 不論是評價機制 或是篩選的問題 確實 其實在 目前的機制來講 它的確提供一種 好像可以 讓整個過程更加民主化 或是讓那些更加 原本 非常邊垂的 我們講資料庫 或是資料集 能夠提升到 跟那種 大眾 或是那種 擁有大量流量的 資料庫與資料集 同等的地位 但是我覺得 回過頭來 如果 真的是 以這樣的狀況去看 Mikidata 這種好像 能讓資料更加民族 更加平等的那個狀態 它就會回到 我們 我們如果現在去想像 一種狀態是 我們讓Mikidata 現在的資料 目前Mikidata 現在有 九千八百萬條 九千八百萬筆資料 那這些資料各種領域 那我們想像 把這個比數 拉到十倍 變成九億八千萬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當你今天資料來到 現在資料廠的十倍 你會收入到 現在幾乎 你可能看得到的 所有的資料集 或是資料庫的資料的時候 那如果還有一些資料 是缺失了 那其實那個篩選 是來自更前面的地方 第一手資料 不只 那個不只 像是 那個篩選跟評價 它可能會來自於 更前面的一些選擇 包含的是 某些名錄的出版 某些政府資料的出版 某些政府資料的統計 它的那一個篩選 會來自更前面 或者是我們之前 跟原住民藝術家李子彤的對談 都提到的 那 某些族群的知識體系 與架構 就已經 可能已經是不相容 或是不存在於現在的 這種數位化的 這種 知識架構的同時 你就算把那些資料做數位化的 上面 沒有用 因為它就不是 相容的東西 那我們是不是 就變成說 其實到現在 回到一件事情是 剛剛好像 想像一種 某些人可以讓所有的 藝術家即使是很小眾的 很編垂的 都能被看到的同時 其實就會發現說 還有一批人士 他更小眾 更編垂 他甚至在數位資料部上面 數位資料集上面 不存在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那時候去中立場辦活動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 這個計畫 也想要 鼓勵 也想要 為我在桃園的朋友們 我那時候參與 13年在桃園的一些活動 包含社照體力運輸活動 然後 那時候就希望那一些 可能沒有辦法 繼續延續的展覽 社照 或者是 文史工作的資料 可以被DATA收錄 然後那時候去中路花倉庫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些資料沒有辦法進去 或者是 它原始的網站架構 跟DATA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 大家的想像 跟進去的方式 就有了一個很大的分別 那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慣性 就是全部都用FB 所以我們所有東西都進FB 然後就出現 其實 DATA不用 不能用FB 對 所以變成那個網站的結構 然後就不能被收入進去 然後再第二個就是 如何跟文史工作的溝通 就是所謂的 他們的研究資料 能不能進FB 因為我當時的想像是 因為有一些文資保存的問題出現在 藝術家也有參與 文史工作者也有參與 但是這個東西不能被保存 是不是太少人知道 那我們用一個更新的平台 讓大家知道他們的重要性的時候 那作為文史工作者 他願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就是文史工作者 他們那個專業領域的認知 就會有一個落差 對 所以那時候去試的時候 試完才知道你的問題 不然我原來的想像非常簡單 然後出版的那件事情也 也蠻妙的 就是 因為新的原始都很少做出版的 那很多文史工作者 都是自己做的 我去出版就沒有ISDN 然後其實20週年 新的人做20歲生日的時候 就已經被一個學者講過 我們都不出版 以至於他們想做研究 他們就沒有關係 所以那個問題就延續到25年 又發作一次 就是我們要被 我們要記錄這些東西時 會有問題 可能只有在藝術家雜誌 或是點陽金術柴有 後來發覺是藝術家 平常金術柴沒有ISDN還是ISDN 它沒有ISDN 所以只有金術柴可以 但後來有些東西是在 只有藝術家可以的話 有些東西是在金術柴 就變成說可能就不能移用 對 就是連結上不能移用 然後這個都是原來做的時候 沒有想到 但我其實有想過就是 因為一開始我又有跟我講就是 因為這個Wiki Wiki這個結構的設計 畢竟是 呃 美國他們設計的 歐洲 歐洲 歐洲設計的 那這個架構會不會隨著 歐洲 時間改變 我覺得它勢必得需要改變 因為它如果不改變的話 很多 它原來想像的那一個所謂的民主機制 就會崩壞 因為如果今天政權 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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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你說公共門出版 公共門就是一種政治的話 那它就會決定什麼東西會出版 什麼東西不能出版 那如果我們今天還在這件事情 那也是白色恐怖有的 沒人如果都不能出版 甚至就是會被銷毀的話 那也就不會有人全員去問其他東西 所以公共門出版 真的就可以作證所有的事 它其實就是一個 對 我覺得它會變成某一種盲點 那它會不會改變這個 因為其實Data 其實這不是我們的設定 所以變成我們沒有辦法去要求 而且辦公司你去要求 可是就是說 比如說像 就是說文藥他們在做的這部分 都對Data就很熟悉 然後到底就是說 因為他們跟你們合作的話 其實就會知道 藝術世界的資料 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是很多 就是說為什麼現在 在考藝術史研究所的人 那麼少 因為我們沒有工作 可是 我們明明發現 這個部分Data的事情 是非常龐大 它非常需要很多人做 所以我會覺得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比如說 你們去列出來 你們去列出來 如果要建立起 這樣的藝術資料庫的時候 其實它會 因為我們的原始資料 零零落落 然後又有一些資料的規定 需要ISBM 那 那 組合窗口ISBM 其實就是讓更多的研究者 去把它寫出來 嗯 也就是 去把那些東西 就是說 OK 原本在那些一手資料 在藝術家身上 或是在倉庫裡面 或是在一些政府出版金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會需要 有人去把那些資料調出來 總不可能叫我們願去 對 這其實就是有 因為它那時候跟我 因為它的看法跟我一樣 然後那時候 我跑出資訊圖像化 跑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圖像 其實我看到的是藝術史 就是台灣的那些當代藝術史 只有7個人的資料 是我看到的是藝術史的發展 對 所以我會覺得這是 我覺得這個方法 會提供想做藝術史研究的人 很快的去簽 對 以前沒有想 所以要到學校宣導啊 你要聽你要來講 所以說 可以到學校 到學校來說 系列演講 然後就要讓學生知道說 OK 原來有什麼工作可以做 要不然他們根本不曉 就是說 他們現在 就是說OK 在台灣研究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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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個西班牙畫家 我也要吃虧吃 就是 你研究那個 你說多少年輕人 要再繼續 如果說 研究當大堅務 研究什麼 其實他們就會覺得 那出來 科技部的 那學校已經不去 然後他到底要進來的工作 對不對 可是 可是既然 其實大家現在都蠻愛台灣的嘛 那 所以 就可以建立這樣的資料 就是 而且 念色展出來 沒有機會色展 所以 所以 我們會覺得 我們要去想一下 OK 其實現在大家可以去做什麼工作 然後這些工作 對於那個 Data 其實他會創造出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 為了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雖然我跟這個 資料很酷 真的 人真出買 你們就規劃出來 然後到北一帶來演講 欸 可可 交給你了 交給你了 不如犯廢 哈哈 可可 你不要直接犯他 很廢 沒有他沒有很廢啊 不是啊 就是 他要當那邊的聯絡人啊 對啊 北一之窗 那北一的 我們通往北一的道路 就是要有你的副二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知道 做結率可以到 但是 然後主題就是告訴年輕人 他們 為了更 更不一樣的未來 可以做結束 老師 我是你覺得啊 就是我以前 就我以前還在北一面說的時候 其實 其實他也知道 因為那種美助詞的研究 其實沒有 特別講 當代目指的 其實是沒有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研究方法 這個很老 很 就我們不太會用工具 這件事情 然後 後來就是 認識了一些 很多奇怪的朋友 然後 就發覺工具很多 我當然還有社會 社會學用工具方法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研究的開展是很快 只要沒有看到那個點 那但是因為 我們在一大的時候 不會有 告訴我們說 可以用工具A 工具B 工具C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藝術史 好像 是別人要寫的事情 但我覺得 應該要怎麼 因為現在北一大 他每年 當然我是在推套北一大 拉廣告 他每年 他每年收十個做 理論的學生 對不對 然後其實 我跟妳講 老師也不曉得 他們未來的 對 對 直播要暫停 啊 影子不破 因為我看這邊又沒有劇場 沒有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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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險都是被練 對 就是有收十個人 學生從大學部開始 那一看每年十個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四年就四十個 他們真的喜歡做理論嗎 還是知道理論要看嗎 不知道 他們只是 他們只是覺得 創作好像 有瓶頸 或者他們覺得 能夠當作戰 能夠當作戰 能夠當作戰的機會 就做 那就 那就 學習看看出現給自己 然後 我會覺得 這種新的工作 就是說 這種新的可能性 跟新的工作 真的要讓他們知道 而且他們也會 應該就會很感興 比較知道要去哪裡找資料 然後用什麼樣的工具 然後要怎麼樣去看作品 要不然他們現在也不曉得 要怎麼看台灣藝術家的 做 不知道嗎 蛤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要給他 哈哈 大家還有問題嗎 不然你就 先把這一集結束 好 那我們有問題要跟他 你可以吃下去嗎 哈哈 哈哈 好那沒有問題 就謝謝大家 今天來 謝謝